MING PAO CANADA 出品 富國島是一個很熱門的一個旅遊的景點 那在2024年之前呢 那我們要去富國島是需要轉機 從台灣搭飛機到這個胡氏民室 那再從胡氏民室呢轉機到富國島 這樣全程需要七八個小時以上 那目前在2024年的1月17號之後開放 我們直接就可以在台灣 包機直飛到這個富國島了 那富國島是一個很適合 全家跟親子旅遊的一個地方哦 我現在在A6登機門 現在要來去準備登機 搭乘六點半的約解航空準備前往越南的富國島 那這次參加的旅行社是三富旅行社 那我們從中正機場搭機到越南的富國島 飛行時間大約是3點5小時左右 那越南的時差是慢台灣一個小時 那我們抵達越南的富國島第一站就是進飯店休息 我們這一次參加是六天午夜的行程是晚去找回 所以我們食玩的話是逐四天 那我們在越南的這個機場有換匯的服務 一千塊的台幣可以換七十一萬噸的越南幣 那這個匯率提供給大家參考囉 那機場集合之後我們就要入住飯店囉 那我們今晚入住的是溫德姆花園大世界飯店 我們入住的是4111房 進來是兩張單人床 那床的旁邊是一個簡易的化妝台 那電視是掛壁的 那廁所是乾濕分離的 那這個飯店是2020年成立的 所以是一個很新的飯店 那早上呢我們來吃蜘蛛餐 看一下這個飯店的菜色 那飯店的早餐是從6點半開始供應了 那我們拿著房卡就可以下來用餐了 那飯店的早餐真的是種類有夠多的啦 那基本的越南河粉這裡一定是有的囉 那是當地的美食一定要品嘗啊 那還有這個法式的麵包也是最基本款 那後面這邊也有很多的熟食區 供你去挑選選擇你喜歡吃的東西 那在餐廳的隔壁就是泳池 那入住飯店都可以隨時來這邊使用這裡的設施 今天是我們來復果島的第二天 那我們第一個行程是要來野生動物園 在我後方就是野生動物園的路口 那等一下我們入園之後 放一下要來去餵食場景入 然後我們跟這個湖蒙互動 好期待喔 我們來去看看 這張野生動物園的門票馬流著 明天我們要去珍珠奇幻樂園 也是用這張門票喔 這個樂園很特別 我們現在進來要拍照 之後就是刷臉進場 在路園的時候 我們藉由拍照存檔了之後呢 那我們明天去奇幻樂園 就不需要舉出門票了 直接刷臉就可以進場了 這個設施是不是很高科技呢 待會小鎮這邊紅色圈起來 代表什麼意思 是警戒的野生動物比較危險的 這個人不能在裡面走的 雖然你有看到長景路 有看到四隻老虎 可是裡面他們是很嚴謹的 比如說我要進入老虎區 我要進入四隻區 他們是有兩道門的 所以呢他們這邊是有分開 那因為這邊是野生動物區 我們人不能下來走 所以待會小鎮會帶你們先坐 類似像電公車 那個公車一樣 我們由這邊進去一圈出來 出來下來剛好是什麼 長景路餐廳 就是會長景路的地方 有看到嗎 這個園區內的這個黑丸熊叫做阿寶 那在旁邊有一隻白露絲兩個看起來是很要好的朋友 那這個阿寶走到哪裡呢 這個白露絲就會跟到哪裡 是不是很特別呢 現在看到這一隻犀牛 看我們的車子超近的 真的是近距離的跟他接觸 那這一隻犀牛呢 導遊說他有1.2噸 那真的是挺重的囉 現在我們來到長景路餐廳要來買這個紅蘿蔔為長景路 這個紅蘿蔔一杯是3萬塊 越南盾在台幣是45元 哇 嗚 嗚 好可惜我們要來餵狐猴 但是狐猴的飼料已經賣完了 進來看看有沒有辦法跟他互動 欸那紅的是什麼 紅色的是什麼 哈囉 沒有施力要可以為你出 抹茶漢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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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澀山 下山的途修的飼料 還有一位 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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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二十年 一一 5张票,5个大人,5个大人的,然后这个是收鸡,你们拿,好,OK,OK,现在买好船票了,我们等一下来去搭船,然后这个船票是一张是20万越南盾,等于是折台币300块,然后一艘船只能坐4个人, 哇,我们现在在这个复国大世界搭这个贡多拉团,然后有这条运河,就是仿佛来到威尼斯的运河,然后两旁都是欧式的建筑,很棒哦 今天天气很好,我们运气不错,比我在意大利坐广斗拉船的时候,天气还好,我那时候去坐的时候还下雨,穿着雨衣坐广斗拉,想不到在越南做,感觉更好 对 贡多拉船由这个威尼斯运河一圈,大约是20分钟左右 那我们搭乘完贡多拉船之后,我们就来逛当地最热门的泰迪熊博物馆 在我们团费里面呢,泰迪熊博物馆是要自费一个人是9块钱的美金 那我们今天真的是运气太棒了,他们远去在做活动 所以我们来逛这个泰迪熊博物馆,是免费入场的 那关完泰迪熊博物馆已经8点多了,所以我们赶快到河岸边卡位 可以期待晚上这个9点半的重头戏,不夜城的水舞表演 那河岸边我们可以点两个夜市水,坐在这边有椅子 那我们在这里等待,每天只有一场的不夜城的一个烟火表演 它主要就是这个水上的水木投影跟水舞还有一个喷火 接着船上的这个3D灯光的一个表演 非常值得期待,因为每天只有一场 那你不来看是真的很可惜呢 那水舞秀的表演大约是30分钟 主要是诉说温尼斯的一个爱情故事 那表演结束之后我们就回饭店休息了 这一集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下一集我们继续介绍第三天的行程 敬请期待咯 订阅后开始 BIRUX 二十年 三十年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